大家好,我是玉松盆景,今天又到大街,咱们看一下这个车上,全部都是这种果树盆景,来欣赏一下 这个是一颗一本双盖的老庄寺子,现在是满树果子,特别的漂亮 像这种寺子都是脆田式,成熟以后直接就可以食用 既可以赏果,也可以吃果养不悟 像这根盘都在十二三公分,一本双盖 这边有一颗老庄的梨树,这个梨树凸度在十五公分左右,盆上高度八十公分 现在也是满树的果子,非常的漂亮 这边是一颗老庄的对接白辣,看一下,分盘在四十公分 盆上高度有个八九十,也是非常不错 白辣被称为植物中的活化石,都是非常漂亮的 咱看一下,看一下这边,这颗苹果瓶颈也是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根盘,是相当漂亮,果子特别的红 非常不错,果实也是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的斑点 特别的喜庆,咱看一下,远远的看上去特别好看 像高度在七八八九十公分,也是满树红果 看一下这边是一颗老庄石榴,一本双干 现在季节慢慢的变红了,看一下也是非常漂亮 等到完全成熟以后,就像个小灯的一样挂在上面 也是特别喜庆 一本双干 咱看一下这边是一颗梨树,凸度在六公分,盆上高度六十公分左右 满树果子也是非常漂亮 这边也是一颗苹果盆茄,品种是洪富士,咱看一下 对根盘,还有扭曲度都是非常好,特别是果实,特别的红,特别的喜庆 非常漂亮,红红的特别的好看 这边也是一颗老庄黎树,这个呢就是凸度在十五公分左右 盆上高度有个七八十,一瘦两个品种,看一下果实,它都是不一样的 素果林林,非常漂亮,这边是各种各样的枣子,枣树 现在也是满树果实,这种也是梨树,各种各样的盆栽梨树,还是非常多,苹果啊 看一下各种的风柏 看一下这一棵,也是一棵老庄的柏树 也是非常漂亮 有喜欢这种果树盆树的朋友,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